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終於來到我們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男生狼 我是兔兔男生狼 可以今天來介紹 我們好久沒有錄影片了 今天我們要講的又是 初老鳥的系列 我們今天要討論其實是 關於到我們曾經的工作經驗 那我們其實都是在電子產業工作的 今天著重在的會是 面試的部分 首先我們又要再先告訴大家一下 我們的經理 請你告訴我 你一直以來的工作有哪一些 我大學畢業先去澳洲大公度假 那我覺得就算了 對我不想聽 I don't care ok 好回台灣之後呢 就是找了一個在家裡真的很近的 手機門吃 賣手機這樣 但我其實蠻好吃 因為好吃 對然後又去了 資訊 就是講授權的 圖片 影片授權的公司 然後到最後去我去了 終於進了科技業 然後科技業現在是第二份 相關工作 所以你後來就決定要鎖定科技業 對 ok 好換我 我讀到研究所 研究所畢業之後 我當然有面試過很多東西 那最後我在第一份工作 我其實就選擇進入科技業 第二份工作也是科技業 第一份工作是科技業 第一份工作是科技業 第二份工作是科技業 第二份工作現在做了科技業 簡短吧 下一題 請問為什麼你要踏入電子財技業 我的大學讀的科技 其實是財經系 是金融相關的 但是因為大學實習過銀行 我發現我不喜歡 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但我覺得我知道我不喜歡什麼 所以我用三缺八的 一直做做做 覺得科技業算是 比較不討厭的 都中庸道 對比較不討厭 然後錢商對 我覺得比較多的工作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這樣 我本來就是覺得 嗯就是錢多 所以我就去囉 就是第一次我畢業出來面試啊 我那時候研究所出來 欸跟你講 兩萬八兩萬九都開給我 真的是快瘋掉欸 兩萬八兩萬九他也不想用我喔 然後研究所畢業這樣子 後來我就有一份工作他就是開到 真的多很多 我就直接去了 就這麼簡單 就是電子產業 而且他大公司 我以前很吃品牌 就覺得大公司就是 嗯想去 對對對想去這樣 好第三題 請問電子產業第一份工作的 面試經歷是怎麼樣 我面試了四個小時 很久一天真的很久欸 然後第二天再一兩小時 我面試了兩次 從HR開始 然後那個HR開始 我想說我簡歷上都寫你 為什麼還要在我講一樣的話 那我一定要先回答你 為什麼想要你講一樣的話 第一就是他太忙了 跟人家走開 第二就是他就是想要你講一樣的話 然後看看這個人啊 有沒有記得你寫什麼 那我覺得應該是第二個 或者是還有第三個 他不知道跟你聊什麼 就很像你每次寄報告給人家 然後你都要再present一次的道理 那我就是先跟他 拉累了一個多小時 他說他要去找主管 我覺得合理嘛 好主管人在忙他開會 所以我就要進行找了一個主管人的同事 其實也跟未來會有相關的 就是批演 找超愛這樣子 就是要主管的同事啊 主管的朋友 他其實也不想讓人在那一等 所以他去找一個人來跟你講話 然後最好我就講了一個小時 又是講一樣的 我講到後面我講 我其實剛剛前面我只講兩次了 他還沒問題 一路講 連他接下來問的問題我一起講 因為我覺得省時間 他也可以不用再問 他可以去問他這邊可以做延伸的問題 我主管後來有出現 就面身HRPM還有我主管三個 然後第四個他沒找到 因為要找回來 所以他就沒辦法就這樣跟我約下 他說出事就先這樣 下禮拜就來複製 複製又面試了兩個 然後這樣又兩個都嘗試 所以我大概花了快六個小時 我才拿到那份公司 然後我進公司之後發現 根本就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公司超缺人 這一次就是你電子產業的兵分的面試經歷 跟我分享我的囉 我面試的時候我在乎面試者 以及我在乎那個人如果是我主管 這個面試者就是我主管 然後他又讓我很喜歡 我就很想去那個公司這樣 然後一切的工作內容我也很喜歡 我也有跟總經理面試 人資面試主管 他叫我去第二次然後我要Present 他叫我全英文Present Present給他們也就很喜歡 我就錄用我就拿到那個三萬八的offer 後來第二份就是去我前公司的面試 前公司的面試一主管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主管很會畫餅喔 他看到會開心喔 不會我覺得畫餅機有時候是好的 對我這種人來說是好的 因為我就可以規劃我未來的樣子 但是那份工作是要派駐的 可是你知道嗎 派駐有一個好處就是有派駐津貼 派駐津貼很多欸 你知道再加本薪什麼呢 其實就是雙費薪水 對於我這新鮮的人來說 我就是很心動 然後可以離家好圓 倒不是 我那時候要猶豫 到底要去這份派駐的工作 還是要去這份我也很喜歡做主管的工作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個 這就是我的那個面試的景點 這也是很無聊 可是因為我自己要講太多了 你的面試比較難 你的面試還有英文 然後我的面試沒有 我記得我前公司還有面試我英文 可是他就是講一些很難 他只是問我說 你最尊重我的人是誰 你為什麼最尊重他 就是簡單 他只想知道你的應對 大概如何就好了 我喜歡這樣子的英文面試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討厭哪樣的 請告訴我你曾經去過哪一些公司面試呢 我們想了解一下 你就是大概都是在哪一些產業裡面的 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大概可惜了之後 換公司中間也是有面試其他的 這我就可以講到有一些真的很討厭 我以前所在就是代工廠ODM 中間面試我從第一份工作換第二份工作的時候 幾乎把所有ODM都面試 有一些公司我直接面試裡面大概三四次 是很常去 到底你走到後面了 我幾乎全部台灣的這一系列公司我都去過 你覺得不合理的面試條件是什麼 我覺得面試我講面試讓我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他會一直挑剔你的東西 他會挑剔說 那你覺得你這個經驗到你這邊有什麼 那你跟他講他就說 嗯我覺得不要 因為我們公司比較大 你們那個小公司 你怎麼會覺得你不一樣 那你幹嘛叫我來 我現在講你幹嘛叫我來 你不是開過簡列嗎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 那我就做這些你也知道 對你就知道大家就是這樣 那其實你不分大假期大概說差不多 對啊那你沒有必要把自己講高級 其實你還不是被其他的 不管是你的中段客戶還是哪裡 你還是被壓得很慘啊 那請問人質為什麼不先跟你講好說 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真的是翻了一個超級大白眼 我不會也很勇敢 我最想說我覺得其實大部分 勇敢 我覺得要勇敢去講你真正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他會這樣 基本上我已經不要這間公司了 就是如果你要那間公司你要冷靜一下 可是我已經不要跟那間公司 就會敢去換下去 所以受不了公司要求的就是英文這件事情 反正那一系列的公司啊 他都好在乎英文 就是一定要你英文考到幾分 怎麼樣他才要用你 然後他除此之外 他還很在乎他的那個 性相測驗 要符合他那個職務的 他才要用你 這樣的邏輯很怪 他說如果我覺得你很適合 但你這個考試沒有過 我就會一直讓你考 考到過一次 那為什麼要這麼強求那個 考試一定要考到過 如果你是很絕現在趕快進來的啊 就是因為人資卡這個規則 一切就是很stupid 你知道我覺得人是活的 然後你就是要讓人資去卡那個資格 你叫我再考 大概就是那樣 那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那不然我們現在就用英文來面試嗎 我就有問那些主考觀眾 那不然我們現在來英文面試 然後他也不願意 你英文考過你才會坐在我對面 但是我跟你來英文面試 你又不要 我覺得這不make sense 而且其實很常 他們對到的客戶其實也不是用英文 例如說有一些品牌廠也是在台灣的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英文 然後他就是硬要這樣要求 我也不是說我們英文不好 可是因為我不上考試 所以對我也這樣很吃虧 我要補充 因為他的考試環境很差 喔對我考試很差 有人來來去去來去 然後如果你在聽你 有一個人這樣開聲 想你剛好關鍵字 被那個聲音給無阻的時候 你只能用猜的 因為我很容易本心 然後有個人就是閱讀的時候 你在看東西 然後突然進來 你就會妨礙你自己的 很多公司的那個考試環境 你常常跟我說什麼 喔我們這個視題都是模擬 真正的視題的那個 可是你考察沒有模擬 已經有做過 對那你環境沒有模擬的話 那請問你去 完全都不make sense 反正就是 我討厭考英文這個環境 還要求考英文 然後又不敢讓我用口試來加分 我又覺得很神奇 這是我們覺得不合理的面試條件 請問哪些公司 有這些條件的話 或是這些條件怎麼樣 你會覺得喔 這公司不錯喔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是看面試的感覺 因為我相信公司文化 那就是公司文化對你來也很重要 其實是也不是 應該是說人啦 因為文化有時候是 根據你這間公司 成立的時間有多長 他一直在建議起來的制度 然後越長的公司 他制度就越增 他制度也越短 所以你只能靠人 那人的話其實從面試可以感覺出來 那如果就像我剛剛講 那個不好的面試經驗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公司會有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你的主管還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他們是好嗎 制度一定會讓人家有 想要去破壞他的那個存在 因為你覺得他不舒服 可是他有他必須存在的理由 所以主管就會很重要 主管怎麼重要是面試 就回到他 對 他的想法跟他面試你要求的條件 我覺得會很長 像我來到現在這些公司 他更看重的是 你有沒有這個職位的特質 比如說我是業務 他更看重的是 你跟他的交涉過程 有沒有業務美麗 以及你講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合邏輯 然後有沒有機會 去拉近跟客戶的關係 他是用這種方式去評斷 他其實不是他在乎說 你過去的經歷能不能用在現在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就是你的本質要有 他想辦法去增加你的專業技能 是公司想要你擁有的 這樣我覺得這才是合邏輯的面試方式 制度還是蠻考驗的 但是當人的主管會願意去幫你解決 你覺得不合邏輯的工作就是這樣 你講得很好耶 我很在乎公司的環境跟文化 還有景色 你的環境就是上班的那個工作環境 這個公司讓你進去覺得 心情好不能暗暗的 看不到窗戶 覺得那個感覺不舒服 你很感覺看來 可是因為我是業務很常在外面 所以辦公室對我來說 開用就好 我真的是看過太多辦公室了 因為我也是這麼多的公司 而且我很在乎溫度濕度味道 我想說台灣很多公司進去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現在公司味道就很OK 我覺得你知道 我真的有的沒有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在文化我也很在意 那我在意的原因 是因為我前公司是一個 超級無敵台系體系的公司 公司文化超濃厚的 然後我其實把這些文化的內容 以及規則 潛規則都如修加征了 其實我抗壓性是很高 畢竟我在這邊已經待了四年 可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有機會 我真的想要跳脫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面試這麼多的公司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中間從我第一份工作 跳第二份工作 我在休息了八個月的時間喔 對 哇 對 八個月的時間 就是因為我只在找到 符合我所有條件的公司 就找到囉 謝謝大家 但我很想講 其實你在換工作 中間你一定會 一定會不安 一定會很慌張 超級不安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現在有那個工作好像還可以 即便他沒有達到你預期設定 既然都想要爭奪 我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中間確實有 講究了一間公司 他everything都很好 就是薪資真的是 不行 不行 他薪資是怎麼樣 就是維持我前公司的薪資 就是一模一樣 甚至我覺得搞不好還差一點點 因為他們薪資結構是 不一樣反正薪資結構 會發股票給你的 就是你的一整年的package 裡面有一部分是股票 那你說就不是現金 可是我以前公司package就是這樣 那以前是全部拿現金 就是不一樣 然後後來是他 爸爸郎 他鼓勵我就是離職 他說什麼 你說我怎樣 資質更好的 這個薪水不符合 如果你在幹嘛離職 對 因為你在做一樣事情 但你的經驗並沒有累積到 你的錢這樣是委屈 如果你委屈 你一定會不開心 你不開心就會贏到我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進那間公司啊 我的工作上手超級快 因為他就是完全是做我 前公司做過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就想說天啊 我在這公司前 你就是個人才是個寶貝 就是 公司一定會要 我應該要拿更多的薪水 因為我幾乎沒有什麼training 所以我確實覺得 我確實值得更好 決定要離職 做得更好的工作啊 對 我中間就一直鼓勵他 你不要光 因為他其實後來 也還好他去了外相 因為台械產業 就是有天花板 我就說制度 因為你不可能拿 比你老板高 這不合理 所以你一定會有個幾句 你掛什麼值得 你的上限就是那個錢 對 你要更高的錢 就是要掛不同的值得 但是你不同的值得 他又會回歸到你的年紀 如果你現在掛一個副總 就會太誇張 所以你不可能要副總的薪資 但是你太誇張不夠要副總 這樣對公司的整個制度 是會崩壞的 所以公司就是會這樣設定 所以他那時候就覺得很委屈 覺得說 我是不是不值得這麼好啊 我就跟他說 會不會不會 你可以 後來搞到一個 三樣都可以的工作 真的 所以要堅持啊 可以明白換工作的那種狀況 但莫集的那種狀況 當然你自己有料的話 所以離職前要想好 衝動離職 不再死飯 對 下一題囉 請問我們的職涯規劃是怎樣 職涯規劃就是不工作 就是當一個貴婦 對 給老婆要 那請問你 給老婆要以及不工作之前的這段時間 你的計劃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什麼計劃 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 上班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從這些工作裡面挑一個可以接受的 然後 精神比較高的 對 然後做這個 就是你不要讓公司去講話 因為一旦你被頂 沒有可能飯完就不飽 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 拿好這個碗 安安健健吃我的飯 我也不多吃 我也不會把它處理倒掉 我反正就是這個飯該有多少量 吃完安安健健吃完 每天吃這樣 我就是科技業啊 我也沒想到我這麼快就到 科技業的晚上 我自己覺得蠻好的 很多如果說你在 凱西體系家的年輕人 你其實講的都是想要去晚上 然後就是我已經到這裡了 然後我想說 如果在這裡又要再往上趴 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容易往上趴 所以就可能未來 如果 其實在這產業的話 就可能是跳其他的外商啊 等等的吧 但你就當朋友 就是對 就是那個吊吊 但你就是跟我一樣啊 你講那麼長還是一樣跟我一樣 就是你的碗比較大 你的菜比較多 但你也擔心分分的吃完它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請問在場有沒有就是 新鮮的肝啊 什麼的啊 你有沒有覺得 你看我們才30歲 然後就是這麼stable 就是想說 我跟你講你們未來30歲左右 大概也會是這種心態 新鮮的肝通常會比較有這種想法 就想說我要 很努力積極很高 只是因為有的時候 你在產業內的事情 其實大家大概都知道這些狀況 大概進久了這個產業 然後你的食物經驗 practical經驗變多了之後 你就會更知道說 其實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的 你戴充戴就是那個樣子的 所以你會想要給自己找一個 舒適的地方 我就是從進去的那一天 我就是拿我自己的碗 只當主管跟你換碗 我就在拿 新的碗就是這 來 那我們七七的規劃 跟職涯規劃 你覺得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 就是想要做劇組這件事情 對對對 我們做劇組這個狀況很大一樣 這有點像是我們要自己捏完 然後甚至要發完給大學 比較創業吧我覺得 對所以我覺得心態上不一樣 這時候反而會有那種 你剛說的新鮮的肝 會有的 新鮮的肝的態度就跑出來 這很誇張連續一個禮拜 每天只睡五個小時 把一天上班做好 上班該做的事情 就是還要 寫寫報告 然後要去外訪客戶啊 然後一天下班要處理那個 拒絕執情 你們現在晚上全部都是排滿的 這超好 我真的是做兩份工 然後我真的快死掉 我每天只睡五個小時 超幾歲 然後你能維持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 而且它是體力跟心力 都在炸幹力 然後你的腦袋要隨時高速運轉 然後要切換 對 你早上吃這個腦的模式 那個頻率性 切換然後晚上是另外一個模式 那我們分享一下 同一個產業的好處是什麼 有共同的語言啊 然後也會知道這些生態啊 工程師的生態 PM的生態 業務的生態啊 老闆的生態 老闆的生態 然後還有公司 因為產業就差不多定型了 我跟你講真的製度啦 整個環境那個感覺 就是一點就同我們 超難跟彼此溝通那種 也會開開玩笑啊 對啊 會開彼此玩笑 溝通起來會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覺得開玩笑就是要對方懂 如果他在不同產業 可能就不知道我在開他什麼玩笑 他會問你說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就不會 我們就很能開這些玩笑 有時候他很忙的時候 我就說 你這是PM嗎 他就會懂 可是如果說其他產業就會說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不用解釋說 你忙成這樣很辛苦 就是會這樣開這種玩笑啦 對對 PM人生 我覺得我想要分享小心的就是 你在面試 然後你在就職 然後甚至你又換到下一個工作的一些 心態跟心得 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 每一間公司都是你的接替 我現在講吉堂 可是這真的是我的心路歷程 我每一次在每一間公司 我都會一直想要知道天花板在哪裡 因為你一定要到達這個公司的天花板 你才有辦法去爬下一個接替 也就是說你在前公司裡面一定要不錯 然後我要很solid的去學很多技能 我才有辦法踏到下一個階梯 我才有辦法到我現在覺得 我好喜歡的這一個工作上面去 他剛剛有說面試的主管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緣分的一種 面試根本就是很感覺的東西 你喜歡了你就去 然後你就做到最好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面試是否會上 我覺得真的還好 有時候這個沒上真的是幫你開了第一賽門外 還記得想要去現在這個公司的時候 我前面有一個很想去的工作 然後我一直很想 然後我一直在等他給我offer 他一直說很想用 然後最後不了了之 我現在就覺得無所謂了 因為我後來去到我更想去的公司 所以就是說 關閉了那幾三門 就是真的有更好的東西 如果我直接不小心上 我就直接答應去了 就沒有後面這些 對你就會去 你後面那個就不會看到 就沒有後面這些東西 面試其實也是 他們面試你也在面試公司 對不要覺得說 你都是缺那個工作的人 其實真的沒有 優秀的人就是值得優秀的地方 你們彼此在挑選的 所以要勇敢去選擇 你想要的東西不要害怕 就很像是聯儀社這樣 你總之可能對面這個人 就不是你的菜 然後你還硬要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這不對 應該是因為你一定會有設定 他不見得真的是你想要的高腹帥 他沒有到你所謂的帥 但是他長得很不錯 乾淨斯文 你絕對也可以接受的 然後再去看其他條件 都是你可以接受的 他會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工作也是 跟台南在差不多 好啦那你有什麼小心得嗎 我講完什麼 你也講完什麼 剛剛那個什麼 面試工作跟找對象 我覺得是一樣的 其實我當然覺得 所以要提離職的時候 就跟提敗職 好下次我來幫大家做一集 就是離職 如何提離職 這件事情 我只有提過一次而已 好啦那下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囉 喜歡這一集的 記得按個別的分享 我們再集中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下集中說掰掰 請下集中說